好这五都接下来要怎么选呢 先来看看民进党内了 苏贞昌呢跟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昨天晚上是同台出席了台北建成佛轮社 13周年的纪念活动 那么对于党内呢 有意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很多 苏贞昌态度很低调 他只说尊重党中央的机制 倒是呢林毅雄大大的称赞苏贞昌 不管是担任哪一个职务都会做得很好 积极跑他争取支持 宣布选北市长的苏贞昌 晚间出席胡伦社13周年的活动 和同场的林毅雄 胡董家 布什摇耳朵说悄悄话 只是面对同党的陈世梦 也表态参选台北市长 苏贞昌态度很低调 都尊重党中央的机制 不过话锋一转 提到2008年同时参选人的谢长廷 深陷廖维亚争议 苏贞昌认为不可能 我相信应该他不会做什么 对不起 台湾民主的事情 谈选举苏贞昌话不多 倒是同台的林毅雄 大力称赞 我跟他认识很久 我想他担任任何的职务 都一定会做得很好 这一点 从他长期的工作表现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为了选举 苏贞昌已经悄悄把户籍 迁到台北市 少说多做 全力冲刺 中文字幕李宏杰宣布航 台北采访报道